汉学乐教材是一套高频字运文识字教材 它快速的识字快乐的识字 让孩子能够达到独立阅读自主阅读的目标 汉学乐教材中包括2500个高频字 也就是说达到中国步编教材的四年级的水平 我们把2500个高频字呢 又按照出现频率的高低来区分 从第一到156个字我们先学 这样就能达到阅读覆盖率55.8%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孩子先学会156个字 这样呢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就会更加自信更加快乐的学习 汉学乐全编的学习啊 是通过配乐语文来学习的朗朗上口 那又通过一支神奇的点读笔 点到哪里读到哪里 点一个字读一个字 点一句读一句 汉学乐呢一共分三个级别 第一个级别就是入门版 学会高评义156个字 那第一级呢学会1134个生字 第二级呢学会2500个生字 完成第二级的学习 就可以达到完全读读阅读的水平 汉学乐的入门版呢 因为小朋友的年龄小或者是初学者 所以非常有趣 让孩子呢能够建立起对华语学习的兴趣 激发起他们的自信心 这本呢是汉学乐的运文部分 运文主要学习156个高评字 这本呢是游戏诗字 通过游戏的学习啊 激发起孩子学习的兴趣 标准句子100呢 也是用这156个高评字呢 来组合成的 让孩子在深入的 巩固156个高评字的同时 学会标准的句型 这本呢看起来是一本绘本 人天的绘本呢 只用了156个高评字来书写成的 所以小朋友只要绘读了这一本绘本 就完全可以掌握156个高评字 这是156个高评字的大字卡 这个呢不仅可以点读 还可以扫码 通过扫码可以出来730个词语 这730个词语呢 都是由156个高评字组成的 而且孩子可以在字卡上 用白板笔反复的书写 汉学乐中呢 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 叫汉语评评 很多小朋友啊非常喜欢 你看他们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啊 又学习了汉字 所以我们汉学乐就是要去学的痕迹 在玩乐中学会汉字 我们这些字啊 可以在操作板上排成句子 排成词语 或者排成我们汉学乐的运文 所以非常好玩 也可以发展小朋友的手的那过程度 这个呢是磁力贴 有了磁力贴呀 再也不用局限孩子的学习场景 他们随随随地的 可以拼排词语 拼排句子 当孩子掌握了156个高评字的时候呢 就可以进入汉学乐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学习了 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们就用成语来识字 也是非常朗朗上口的 这本书呢是汉学乐的阅读 在这个阅读中呢 包括了孩子们必须掌握的语文知识 比如说反义词 量词 标准句型 关联词等等 把这些量词也给他压韵行文 孩子们非常容易掌握 在这一本练习当中呢 除了包括标准句型 还有书写 还有对成语的练习 书写这一部分呢 也非常重要 点读笔 我们点到哪里 哪个字就可以读 找好正确的笔顺笔画 将来就可以写出一首漂亮的汉字 小朋友只有体会到汉语学习的快乐 才能引领他们快速地 走上独立阅读之路